文章来源 Zucker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6月14日报道 英国市场调查机构 郡特商务咨询 Jetal Dynamics 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汽车品牌 去年售出了1340万辆新车 超过了福特和雪佛兰等美国品牌 1190万辆的销量 与此同时 日本品牌以2359万辆的销量 保持了领先地位 2024年1月15日 江苏省泰桑港码头 一批汽车整装待发出口海外 数据显示 除非州外 每个地区对新车的需求都在增加 去年全球市场 供售出7832万辆新乘用车 比2022年增加了近700万台 增幅为10% 中国汽车品牌销量增幅达23% 超过美国的9% 就品牌新车销量来说 科斯拉Model Y是最畅销的车型 销量同比大增64% 达122.3万辆 去年 新兴经济体市场新车销量达到1750多万辆 超过美欧市场销量之和 新兴经济体市场销售的汽车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报告指出 中国汽车品牌在中东 欧亚大陆 非洲等地区的市场份额大幅上升 在拉美 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份额也有所增长 在欧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的份额同样有所增加 相比之下 美国和印度对中国汽车的购买量很少 情况与韩国和日本类似 该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费利佩穆尼奥斯 在报告中表示 传统汽车制造商的疏忽导致汽车价格持续居高不下 无意中促使消费者转向更实惠的中国替代品 他称 尽管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 俄乌冲突 高利率和高汽车价格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市场 但全球汽车销量还是增长了 但CNBC注意到 随着美欧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世界汽车行业将面临更大的贸易阻力 本周 欧盟宣布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8%的关税 此前 美国将进口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了4倍 达到100% 土耳其也宣布对原产地为中国的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征收40%额外进口关税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找海外增长源 但旨在保护传统制造商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破坏了他们在美国和欧洲发展业务的雄心 穆尼奥斯说 由于更宽松的准入政策 较低的贸易壁垒以及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 中国品牌已经在新兴经济体取得了成功 另据新华社消息 2024年1至5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138.4万辆和1149.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6.5%和8.3% 其中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392.6万辆和389.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0.7%和32.5% 市场占有率达33.9% 新能源汽车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